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能让那些对我国有所谋算的人知道我天积国的主意并不是那么好打 你说的法子听来可行 诸位觉得呢 那你打算先打哪国 天玄 你们都没有话要说吗 卧师 你觉得齐将军的法子怎么样 回禀王上老臣觉得齐将军说的也不实为一个法子 只是攻打天玄似乎不大妥当 你 敢问国师 是有何处不妥 天玄近来与我们并无厉害冲突 再说他们刚刚战胜了南宿 其实力可想而知 齐将军 你莫不是还记着那时放走天玄使团的那些旧师 才把他们作为目标的吧 你 那敢问国师 应该攻打哪一国 这战事 老臣不懂 还请王上定夺 王上 此事皆因天书行商而起 臣以为应当发兵天书 王上 臣以为该攻打天书 臣以为该先打天玄 请王上示下 王上 刀兵之事牵一发而动全身 不如 不如请国师补一补 测一测 请天神示下 您看可好 补一补 测一测 国师 在 那你选一个好日子 本王去天官署看一看 老臣领旨 不论 不论 有没有 不论 越过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老夫觉得此事应在南宿国 南宿 国师是要让齐将军向南宿发兵 明镜与点点栏目